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主要是来跟大家分享文言对于潜荣物用的诠释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第四段 那文言对于潜荣物用的一个诠释的最后一段 在这里头我们在第三段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 在两宋时期曾以他认为潜荣物用 他说潜荣物用 潜荣之德主要是在于所其道 潜荣之德主要在于所其道 所其道的目的是为了不厌随事而变 也就是说曾经认为潜荣之德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守道 守道 因为守道所以不愿意随波逐流 不愿意受到外面花花世界的诱惑 所以他只好会其行而不求知于食 所以他只好把自己的形状隐藏起来 所以他说会其行而不求知于食 而也不会追求 现在就马上要扬名立万 要马上功成没救 也就是说他耐得住寂寞 他说不求知于食 自信自乐 他说他知道现在自己不能够发挥 那自己也不愿意跟别人随波逐流 所以一定要守住这个道理 因为守住这个道理说要会其行而不求知于食 而见可动而动 也就是要等待什么 等待可以的行动的时机 他才互助行动 而在这一段的所有里面 这个潜荣他自身要充满了自信 而且要能够自得其乐 因为这个潜荣这段时期可能是人生的一个灰暗时期 所以这时候要能够自得其乐 而且要能够自然而必 不仅能够自得其乐 而且要自然而必 也就是他知道危险在那里 应该要夺得开 齐守兼不可夺 而他守住正道 这个正道不会因为任何外在的环境 你不会任何外在引诱 而失去他原来要遵守的正道 所以,君子有阳刚见洞自得,又有隐福浅尝之事 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品责高相,就好像一块美玉藏在深山当中 不会被别人发掘,故为得,因则当天下为得光明时 这叫什么呢?为得而隐,也就是为了要遵守正道 所以只好把自己隐藏起来 隐藏起来,当天下为得光明的时候 当这个时机还没到,他自然就能够坚守正道 知行为行,独善其身 知行为行,独善其身 而且他能够自然而弊 同时又能够自信自乐,安平乐道 也就是这种君子,虽然在非常困苦的环境当中 虽然生活不见如意 虽然被人家也许诬陷了,也许怎样 但君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自得其乐,而且安平乐道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不随事而变 不会因为外在环境而改变自己的心智 所以君子之行指,动静要随时而变,与时协行 虽然在这个浅操的时候,他还是要非常地注意 外在环境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动静要随时而变,以便你与时协行 这只是一个对潜能勿用的诠释 所以简单来讲,成余对于潜能勿用 最重要的是常德、修德 在常德、修德 而且德性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可用 就能够可行 在德性未能成熟的时候,要简藏而勿用 所以这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自己,修己以安百姓 生修,然后家旗,家旗,然后国字 国字,然后天下平 也就是这个诚意,他认为潜能勿用 最重要的是修身 这当然是跟中庸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把它互相连结 所以诚意潜能勿用 潜能最重要的德性,就是要修德 修德就是要等待时机 所以德成后阿可思用 当你的九阳神功炼成之后 外面的环境又正是你要发挥的时候 所以德成阿或可思于用 也就是说强大的内在德性 要能够充分准备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要随时问自己 我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至于明天发生准备 我是不是准备好了 可以呢 能够飞龙在天 能够涂飞母境 这是朱熹的一个说法 那这个朱熹他认为了 他说浅荣勿用 浅是长 荣是阳物 出阳在下 未可思用 不曰浅荣 其暂日勿用 这样什么呢 朱熹他有一个特别的说法 他说浅荣是代表他的形 代表他的状 代表他的相 勿用代表他的战 所以浅荣勿用 他其实是代表 《易经》当中 第一个是 他象征的一个浅荣 战就是这个时候的叫勿用 勿用就是这时候 前乱不可以行动 所以朱熹他把浅荣勿用 把它分成两段 前面的浅荣 他就说 这时候的君子应该身处状况 勿用就表示 这是占用 就这时候应该怎样 就是不要用 所以他把这个战 他把这个勿用 把它当成战 补战的战 补战的战 所以他说 观此像 完其转 看到这样的一个 看到这样一个浅荣的时候 你就要想到 他的战就是勿用 他的战就是勿用 朱熹认为 这个潜挂的初九 潜挂初九 主要来自于周公断补断吉凶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 有一个一千学家 他认为这个潜荣勿用 是代表文王被关在游里里面 阿朱熹他却说 这个潜荣勿用 这个潜荣代表什么 代表周公战断吉凶 周公战断吉凶的时候 就是阳气浅长于下 所以这时候应该不要张扬 而且不要妄动 而且要养精俱锐 静以观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一千学者 他对眉摇向眉的部分 他都有自己的心得 朱熹认为这是来自于周公的战断 所以周公补挂的时候 补到这个潜荣 他就勿用 他就不会有这奖精 养精俱锐 不要张扬 默默的把自己准备好 默默的把自己的功夫 学习好 这样的时候就能够吉祥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没有好好地把自己修炼功夫 修炼好 而只是在那里睡觉 虽然叫污用 但是没有用 为什么呢 所以 这是初期的一个说法 初期的说法 所以说 你这个潜荣还是一样 要很努力地做某些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做准备的事情 准备什么呢 把自己的心态 把自己的能力 还有把自己的各方各面都准备好 然后等待实际 等待实际 所以他说 一遍其所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朱熹认为 前挂的六瑶都是圣人之德 前挂六瑶都是圣人之德 圣人之德有时候显有时候饮 该饮则饮 该显则显 所以并没有深浅之分 也就是他认为 朱熹认为这六个瑶像 他基本上是等量奇观 所以有些人补出这个瑶的时候 好像是二瑶比一出瑶好 这个三瑶比四瑶好 朱熹的观点 他说这个前挂六瑶等量奇观 六个瑶它都具有同等的分量 不管你是做浅荣也好 还是做药荣也好 还是做替荣也好 还是做抗荣也好 最重要是说 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要知道你现在的时机 然后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如果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不管是在浅荣也好 或者是见荣也好 或者是替荣也好 或者是替荣也好 或者是药荣也好 通通都是荣 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事实上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等量奇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朱熹 他的说法跟诚意的说法 有点像又有点不像 朱熹他这个人的浅荣是一个像 勿用的是他战的结果 这个像跟战的结果是谁在补战呢 是周公在补战 周公补战就补出浅荣 所以周公给他的断语呢 就是勿用 所以潜荣勿用就代表了 代表了易经的前挂出崖的下 还有出崖的战 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呢 君子虽处下位 但是不改其气节超所至向 所以呢 这时候呢 如果不能潜荣 如果不能勿用 那就是不能无救 他就不能无救 也就是说这时候呢 这就是你的天命 在潜荣这个阶段里头 君子的天命就是要潜藏 就是要修得养生 就是要练好自己的酒量神功 练好自己的精气神 让自己呢 能够面对各种不同的困境 各种不同的行境 都能够宜人自得 所以呢 他说啦 我们在上一段里头跟大家分享 朱熹这有像煮饭 煮饭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等到火候足够 一定要等到时间足够 才能够把饭锅掀开来 要不然的话 饭就半生不熟 那半生不熟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能够发挥他最好的效用 所以呢 简单来讲 朱熹就把这个前挂六崖 把他相当于煮饭 刚煮的时候 潜荣勿用就是火候未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两汉时代一直到宋朝 这么对于潜荣勿用 有那么多艺经学者来解释 他的目标呢 就是就是告诉我们 潜荣勿用是未成其行 未成其行 他的目标是希望将来能够成德之行 他现在虽然未成其行 但是他将来一定有成德之行 根据南北朝时代 这个南朝梁武帝时代的经学家 这个名叫沈林士 他说一间之所以象征六崖 是因为其变化无穷 因为在不同的阶段 他有不同的变化 他说了 这个荣有生有降 就如同人世之间的命运 有好有换 他说天地之气有生降 君子之道有行有常 天地之气有生有降 君子之道有行有常 所以君子之道就是容德之道 容德之道 所以呢代表能屈能伸 所以这时候呢 你不是伸的时候 你在驱的时候 驱的时候 就把我 就请给我藏好 好好地锻炼自己 才能够呢 将来才能够呢 有成德之行 所以在上一次我们说 常言道滚石不生胎 流水不浮 复苏不堵 也就是流水一定要不断的流 才不会长出害虫 然后这个门窗呢 一定要不断的用 才不会长出害虫 石头一定要不断的滚动 才不会长出仙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易经的潜挂 如果补出潜挂 他就告诉你 变化无穷 该长好就长好 该出仙就出仙 该显身扬名 就显身扬名 该退居第二仙 就退居第二仙 所以他把这样的六腰的动作 把它叫做自强不息 所以他的大象词说 天行贱 君子以自强不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龙的飞跟浅 象征君子的行跟长 人道之龙相应的话 就要隐居不出 天道之龙 这场这样就应该要飞扬在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浅龙 就是指圣人或者是君子 或者是有才华的人 或者有报复的人 都可以叫做浅龙 都可以叫做浅龙 所以我们认为一个朋友 如果你心怀大志 如果你心里有所想 做些这一事 你就是浅龙 浅龙的最重要就是 在该浅的时候就浅 该生的时候就生 就如同天地之气 有生有相 人道之气 也是一样 有隐有长有相 在北宋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浅龙 勿用的这样一个情势 从汉朝一直以来 从汉朝一直以来 我们可以看到 在朱熙的座义正义当中 他认为浅龙是一个 还没有私情的状态 所以代表隐居不适的圣贤之道 所以浅龙就是龙的折据 龙的折据 龙的躯系 所以《易经》细词里面讲 说此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舌之则 以存身也 也就是说 这是细词的一句话 对于解释 他说此祸之躯 此祸是一种虫 那这种虫 他靠身体的蠕动来前进 所以这种虫呢 他说此祸之躯 以求信也 所以这个虫呢 之所以彎起身来 彎起身来 为什么为了要 希望能够将来能够进步 龙舌之则 龙的舌都有多眠 多眠呢 是为了什么 以存身也 也就是折服呢 是为了日后出山做准备 所以呢 此祸之所以彎曲 就是为了能够生长生子 而浅龙之所以存身 就是准备要大用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博书《易经》里面 以那种孔子《易经》的说法 他说这个 他说这请容 或者是禁容 简单来讲 他的意思都差不多 但是他的用字不大一样 他的用字不大一样 《易经》博书认为 《易经》博书还有一段话 他认为在容在请容的时候呢 会有患错的问题 会有患错 容易患错的问题 因为容易患错 所以必须要冬眠 所以他说啦 他把它叫做 所谓的进容 或者是所谓请容 请容的意思是 容在睡觉 它代表容在冬眠 为什么要容在冬眠 因为怕一做事就会出错 所以潜容的时代 也常常会出错 所以呢 你要怎么样 要潜藏起来 凡事不要强出头 把自己呢 只看 看别人怎么说 看别人怎么做 然后自己呢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学习 所以呢 在博书周语里面呢 他特别讲说 潜荣的时候呢 有做事就有错的这个风险 所以呢 应该少做事 甚至呢 不要做事 还应该努力学习 努力学 这样可以避免出错 所以他说 守静安神 以静自动 所以呢 他叫潜荣 我们在上一次之前跟大家分享 这个潜荣呢 就代表冬眠之虫 那在职场上 潜荣勿用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 他代表说 他的能力还有不足 所以呢 要潜荣勿用 所以当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 不要急着求表现 还是等到把自己能力修炼好的时候 再来求表现 所以潜荣最重要的就是要 长风手拙 长风手拙 大陆呢 心里带的一间学家 有一个一间学家 叫做越南 越南他写了一本书 越是越会的越 南是南方的南 他写了一本文章 他说从蔡元培到胡适 中原念的那些人和事 这本文章是技术呢 在中央研究院在大陆时代 从蔡元培一直到胡适的这段岁月 他说从蔡元培到胡适的这段岁月 当中 他说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老蒋在抗战初期 他采取的是战略大移转 战略大移转 战略大移转是什么 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战略大移转 这个战略大移转 有点像潜荣勿用 到了二战后期的时候 战略大反攻 就有点像是飞龙在天 所以他说前面的战略大移转 是为了后面的战略大反攻做准备 他就在这个 因为他在中央研究 他从搬迁的过程当中 他的研究从蔡元培到胡适 他讲中央研究到底怎么搬迁 这个一间学家 他叫越南 他讲了一段话 他说像二次大战的时候 老蒋在抗日 但是在前期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很认真抗日 为什么没有很认真抗日 他每次都在移转 因为他自己知道 他的力量不够 所以他只好一直在做战略大移转 虽然在抗战初期有些人质疑 老蒋总统他好像不抗日 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 他在战略大反攻 所以这个越南 有一点点为老蒋来平反 说你们对蒋先生有所误解 他在抗战前期 他是做战略众孙 就好像浅荣勿用 在后期有战略的大反攻的时候 就好像飞荣在天 他说当时中国百惠待举 尤其是民国建立以后 一直处在军阀割据 或者是国共内战的这段时间里头 所以可以说是好像百费大吉 好像一个人阴阳失调 在阴阳失调的时候 你如果是努力奋力跟并无抗争 搞不好性命都要搭在这里面 所以他说 为什么老蒋总统在抗战期间 前期一直在做战略移转 一直在做战略移转 一直到了后期之后才进行战略反攻 最重要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中国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只能好像人的身体阴阳失调 因为阴阳失调 所以必须要保养 必须要沉浅 必须要隐服 为什么 为了有一天自己身体康复之后 能够进行战略大反攻 同样的一个在皇帝内经里头 也特别用这个浅荣勿用 来表示养生之道 他说一个要养生 他说 清静自治已死 田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所病安从来 以田鱼为物 以智德为公 精神内所之道 也就是说 他说潜能勿用 在皇帝内经里头 他引用潜能勿用 潜能勿用 就是通过静心 通过安神 通过田淡虚无 通过粗茶淡饭 来作为抵御病痛 所以 潜能勿用 最重要的就是养生 养生 就是让自己的色心 向理 少失寡欲 所以这是皇帝内经的说法 所以皇帝内经按照 依据意间 潜能勿用 他把它放在养生上面 他说 少失寡欲 静以安神 不为行义 不躁动 从而使内在的心理 能够得到愉悦 能够得到自得 这样才能够阴阳平衡 你就内心自然愉悦 那你阴阳自然平衡 那你就能够潜心静养 你就能够韬光养晦 因为你能够潜心静养 因为你能够潜心静养 因为你能够韬光养晦 所以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使阴阳平衡 你就能够使生命的有机体 得到阴阳调和 阴阳平衡 所以我们最后一段里头 我们来跟 讲了这些 就是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潜能勿用跟星相的关系 星相关系 在古记当中 有非常多的一个记载 常常令人觉得眼花缭乱 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 那根据中卑的分析 对于潜能勿用 他的星相观察 他的星相观察 只要是出现在 《紫下异传》 还有《山海经》 《大方南经》 以及《诗经》 《国宫》 还有一本明朝的一本书 《万民英的三命通会》 也就跟星相有关 对潜能勿用的解释 跟星相有关 主要是出在这四本书 《紫下异传》 《山海经》 当中的《大方南经》 还有《诗经》 《国宫的冰封》 另外出在《万民英的三命会通》 究竟他怎么讲 我们来看一下 《紫下异传》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 他说日中星鸟 春分向雨 请勿用什么意思呢 他说请勿用 这个日中星鸟 春分向雨 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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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一般医学专家的解释 日是白天 日中 白天 一半 所以日中的意思就是说 天象的白昼跟黑夜一样长 天象的白昼跟黑夜一样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春分 或者是秋分 但是呢 这个请勿用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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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在作业平昏的时候 所以日中就是春分 春分 真是 星鸟 星鸟是什么 星鸟呢 这个《紫下异传》说 这个日中星鸟 在春分那个时候 天上的星座 这个星鸟是什么星座呢 星鸟是南方七秀 南方朱雀七秀当中的 第四星秀 南方朱雀星秀呢 它有七个星群 叫做 简鬼柳星张义枕 我们之前呢 跟大家分享 南方朱雀星座的时候 曾经跟大家分享 朱雀有七个星座 包括简鬼柳星张义枕 这个《紫下异传》 认为这个星鸟呢 就是 是 在朱雀星座当中的 这个星座 为什么叫星鸟 因为这个星座呢 在天上看起来 就像一只鸟在飞 所以它叫日中星鸟 日中星鸟 就是春日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 日中 会看到这个 朱雀星座的 朱雀星座的 这个星鸟 这个星鸟 然后这种说法呢 它叫《紫下异传》里面的 《紫下异传》这本书是这样讲 所以《紫下异传》把这个 把这个潜传物用 它把它当成春分这一天 看到了朱雀星座当中的星鸟 这个星鸟呢 它就叫星鸟 所以它是星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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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说法 就让人家觉得说 《紫下异传》这样讲 但是也没有这样说 所以《紫下异传》 《紫下异传》一般人相信 它是孔子的弟子 《紫下》所写的 但是《紫下异传》这本书 《紫下异传》这本书 它有很多种版本 有很多种版本 那根据《紫下异传》的说法 《紫下异传》最早建立流星的七月 但是流星的七月 只有书名 没有内容 也就是它只写了一个《紫下异传》 但是没有传认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东汉到隋唐时代 好像没有人引用过《紫下异传》 一直到隋唐时代 突然冒出《紫下异传》出来 所以因为没有人借过《紫下异传》 一直到隋唐时代才出现《紫下异传》 根据《寺库全书》的说法 它说《紫下异传》应该是尾书 而且尾书有好几版的尾书 在前隋唐年间 在编《寺库全书》的时候 《寺库全书》这款年 它们就看到好几个版本的《紫下异传》 但是它们不知道《紫下异传》哪一个是真的 它们翻列这些《紫下异传》 发现其中内容 差异非常大 所以原来这本文书是不准备把它放到《寺库全书》里面去 但是因为这本《紫下异传》保留了非常多 汉朝甚至隋唐时代的一些形象 所以它们就舍不得丢掉 所以这个《寺库全书》它就收了其中一篇 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寺库全书》版的《紫下异传》 这个我们在一清小字典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分享 这到底是怎么一本书 到底是怎么一本书 第二种说法的《浅荣勿用》 它主要是来自于《寺库冰封》的一首 名字叫《七月的诗》 它说七月流火九月寿意 七月流火九月寿意 它的意思就是浅荣 它是古代一颗被命名叫做大火星的恒星 就是七月的流火星 不过这个七月流火的流火星 并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火星 这个七月流火九月寿意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八个字的意思 事情这八个字的意思 是说在七月的时候天气逐渐转凉 天天以后可以看到大西方当中一颗大火星 从西方落下去 代表秋天来了 所以这时候九月我们就该准备一寒的衣服 人们就开始准备冬衣了 这个《浅荣勿用》 在根据《书文解释》 依据《诗经》的这种说法 它说容临从之长 能幽能鸣 这是《书文解释》的说法 能细能聚 能短能长 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浅渊 所以它既然是浅荣 所以它一定是秋分而浅渊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 《紫下一撰》认为《浅荣勿用》它是春分 但是呢 根据《书文解释》 还有根据《诗经》的《诗经》国风的冰封 一首名为《七月的诗》 它认为《浅荣勿用》是什么? 七月 七月春分而登天 春分而登天怎么可能浅呢? 它又说秋分而浅渊 《浅渊》这两字呢 就跟《浅荣勿用》的《浅荣》好像有关 所以他们认为 一般《义经》学者认为 根据《诗经》《国风》《冰封》 还有根据《书文解释》 对《诗经》的《诗经》 他们认为这是秋分 那在近代呢 有一个《义经》学者 叫文艺多 这是大陆一个学者 他说了这个龙是天上的龙星 这个龙星就是所谓大火星 所以这大火星就是秋分而浅渊 所以第二种说法就是 《浅荣勿用的浅荣》 它是指秋分而不是指春分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 根据《紫夏一传》的说法 它说日中而兴有 它这是指春分 根据《诗经》 《七月流火九月授予》 以及《书文解释》 对《七月流火九月授予》的解释 它说了 这个春分而登天 秋分而浅渊 所以既然是浅荣 所以当然不可能登天嘛 所以他们认为浅荣应该是指秋分的浅渊 那根据现代的天文学者的一个研究 他认为《七月流火线的星》是指星秀 星秀二 就古生大五 就是天蝎星座的阿法星 它是东方苍隆七秀 东方苍隆七秀 有脚抗底防星尾肌 脚抗底防星尾肌 所以它是属于星秀的第二颗星 星秀第二颗星 也就是这个星秀是昌荣七秀当中的第五秀 第二颗星 在五行流行之前 这个大火星就是指这个星秀二 这个星秀照西洋的星相学的分析 就是天蝎星座的阿法星 也就是古代的这个龙星 因为这颗星又是商朝的保护神 这个龙星是商朝保护神 因为据传上古时代 帝库高兴氏 把他的长子燕薄 把他封在上丘 把他封在上丘 燕薄就是地窑 淘堂寺的火镇 当时以火即死 所以他们崇拜的星群就是大火星 而商朝也的确是在祭祀这颗大火星 所以这个大火星是商朝的守护神 所以他又叫商星 他又叫商星 在唐太出名书杜甫的诗句里面 他说人生不相见 动如山以上 就是这个商星 所以这个商星就是大火星 就是大火星 所以这个商星是属于青龙星座 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 两个相差一百八十度 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商星的时候 就不会看到商星 看到商星的时候就不会看到商星 所以之前我们直接跟大家分享 杜甫在颠沛流离之际 他说人生不相见 所以之前我们直接跟大家分享杜甫 他跟他好朋友讲 他跟他好朋友讲 我们从此以后不会相见 就好像天上的山星跟商星 这个商星就是潜荣勿用秋分的时候 秋分他潜淹的这颗大火星 第三种说法 潜荣勿用是指冬至的太阳 冬至太阳 因为根据易经的九识 易经九识说或要再冤 但是易经的或要再冤 所以潜荣勿用 潜荣勿用确定是潜是什么地方 一定是或要再冤的前期 所以他就是所谓潜荣在冤 因为九识是或要再冤 所以初久潜荣勿用 这个潜荣在哪里 他说潜荣一定在冤 在水底下 潜荣在冤 潜荣在冤 这个典故 就被万民是明代的易经学者 他写了一本三命通会 在三命通会里面 他就留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飞荣离天 随云入冤 潜荣在冤 随云上天 所以我们就有潜荣在冤的 这四个字 有一些朋友问中逼说 潜荣在冤真的是易经讲的吗 严格讲起来不是易经讲的 易经只讲说潜荣勿用 但是他没有讲潜荣在冤 但是他的九识寫 后要在冤 后要在冤 这个后要在冤 就是冬日的太阳北称 冬至日 这当然跟十号消息挂有关 十号消息挂里头冬至日 冬至日 那一天就是所谓护挂 护挂就是冬至那一天 所以他们认为冬天的太阳 就是潜荣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潜荣勿用 这个潜荣究竟在天上像 像是什么 这三种说法各自研制成理 第一种说法 这个潜荣在冤的潜荣 是指天象当中的春分 第二种说法 这个潜荣在冤的潜荣 是指天象当中的秋分 那第三种说法 是潜荣在冤 代表冬至日的太阳 这三种说法 都有人支持 所以我们在讲义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一个句子 它都有很多不同种的说法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要好好的去分辨 就必须要对什么事情 然后呢 再想出说 究竟这个潜荣勿用 你是用春分来解释 还是用秋分来解释 还是用冬至来解释 都可以成立 都可以成立 所以 这个冬至呢 这个冬至呢 这个故事呢 它根据三海经当中的大方南经 它说在三海经的东南海之间 干水之间 有一个国家叫西河之国 西河呢 是一个女子的名词 有女子曰西河 这个西河呢 它说方日寓于干渊 这个西河这个女神呢 她白天的时候 她在一个叫做干渊的地方 在那里洗澡沐浴 在那沐浴 这个太阳女叫西河 这个西河一般洗澡呢 她在那里生了十个 生了十个孩子 这十个孩子 就是干渊的太阳 干渊太阳 然后生了十个孩子 四个孩子 他住在哪里呢 住在这个西河之国的湖山 他的地名叫湖山 跟日本的湖山 两个字完全一样 他住在湖山这个地方 当时湖山的这个地方 他有一棵大树 这棵树呢 非常非常高 有几千丈高 然后他生了十个孩子 就藏在大树 这个湖山这棵大树之中 在大树之中 每一天呢 西河就把一个孩子带出来 然后带着他环游天地之间 环游天地之间 然后他们呢 他们呢 这个坐着六匹龙带着马车 六匹龙带着马车 也就是说 这个故事讲说 西河生了十个儿子 这十个儿子都太阳神 这太阳神的时候 西河每天呢 用六支龙拖了一个马车 拖了一个龙车 然后每一天有不同的太阳出来 但是这十个太阳有一天呢 太顽皮了 十个太阳一起跑出来 所以有个后裔就用神剑 射下了其中九个太阳 以至于现在射下一颗太阳 而这十个太阳 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 在一个叫干渊这个地方 干渊这个地方 就是易经九世的浅荣 这九世的获要再渊的渊 所以这个渊就是干渊 所以呢 这个浅荣物用 从山海经的故事 然后呢 再连接三命通会的故事 然后再连接霍药再渊的一个传说 所以有人认为啊 这个浅荣物用讲的是冬至日的太阳 冬至日的太阳 是一个非常温稳的太阳 这个就跟这个浮丧之国啊 有十颗太阳 他的妈妈就是女神 就是女神西河 所以西河叫日光 太阳神 他管理十颗太阳 当然这一种说法 我中必是认为 可能跟龟仗义有关啊 因为龟仗义的消息挂 互挂 他就这个意思 他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文联对于浅荣物用的诠释啊 或是非常多学者的精神诠释 所以呢 这个因为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挖了四段 那最后一段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浅荣物用 究竟是代表什么形象 啊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发现有的书写的是秋分 有的书写的是春分 有的书写的是冬至的太阳 这三种说法都存在过 那究竟哪一个才是正确 就看你怎么用 但这三个说法都有人支持 因为他的出处不大一样 他出处不大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头呢 就跟大家分享 《指下一传》 讲的春分 还有《山海经》 《大方南经》 《万民灵》 《三命汇通》 讲的东士 还有《诗经》 《国风》 讲的秋分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文联对于潜荣污用》的 全市的第四段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告个段落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对这个潜荣污用 有任何的想要问的 或任何想要自己的见解 请你在我们这个中编53下面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